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耳熟能详的马槽故事中所出现的博士既是星象学家 他们极有可能是懂得解读兆头和星座并以此博取权位的素食 关于这些来自东方的博士所属的主义和背景众说纷纭 但有一件事我们非常确定 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外邦人 苏世纪以来 诗人认定了救主来 就是要拯救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而已 这是非常合理的假设 因为犹太人经常被崇拜假神的外邦诸国迫害 如果独一真神要来地上建立他永恒的王国 那必然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 但是当上帝把耶稣降生的重要意义启示给博士时 我们首次真实的瞥见上帝想要与整个世界和好的心愿 完全无视于我们的背景或堕落的光景 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时刻 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是犹太本族的人 有犹太血统的耶稣的确来是救赎 一开始计谋上帝卷选的犹太人 同时他也要带领全人类 与创造他们的造物主上帝重新恢复关系 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5章 表明了圣灵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师同仁 凡相信耶稣的人就是蒙上帝拣选的孩子 保罗更进一步在《哥罗西书》第3章说 耶稣在大使命中明确表示 他深愿万国都认识他 他爱全世界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谢谢你前来拯救这个长久以来 弃绝你的世界 谢谢你在我全然不易 并与你隔绝的时 就想与我建立关系 我知道你爱全世界的人 我想成为你的手和脚 持续去联系并关心那些人远离你的人 求你使用我将你的爱传遍万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